每年暑期,江苏各地清创园、清创基地、清创驿站都会成为两岸青年实习、就业、创业的具体地。 连日来,记者走进江苏南京、淮安等地实地探访,深入了解台湾青年在大陆就业创业的历程。 2010年,为了给台商发展、营造优质的软环境,淮安市成立台商服务中心,为台商打造一个温馨的家。 来自台湾南投的洪基恩,2014年来到淮安。几年来,他在淮安落地深耕,成为了一名新淮安人。 就是我刚到淮安的时候,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到淮安这边能够申请这么多一些人才引进啊,还有一些创业的津贴补助,这个我都不知道。 然后我就把资料准备好,递交完审核下来,然后整个流程都是台湾这边一手帮我服务到位,所以我觉得特别好。 2014年,淮安工学院成立了大陆首家台商学院,2016年货币为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示范点,先后与台湾高校共建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和研究基地7个,为在怀台企培训员工2万余名。 我们在技术跟研发创新这一块,也跟技术学院这边有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跟技术的讯息交流,所以对我们也有一些很大的帮助。 那当然我们也透过学校的一些学生,我们也在他们那边启发了一些很多的灵感,大家也一起交流了一些讯息,发展得挺不错的。 日前,淮安市淮安工学院举行台创学院成立受牌仪式,淮安工学院以原有的台商学院为依托,成立台创学院,是进一步推动淮台两地青年创新创业,增进淮台高校交流合作的有益尝试。 两岸一家亲,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以后呢,我们就是非常的期待我们的台湾青年能够通过这样的平台到我们这边来,多看看,多体验,能够产生认同感。 并且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以后呢,会为我们的台湾青年打开更广阔的天地,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位于江苏省省会南京市江宁区的南京台湾青年创业学院,成为吸引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的强瓷场和联心桥。 来自台湾台北的林奇勋,2017年来到南京就业,2018年,林奇勋参加台湾青年创业学院举办的第一届南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获得第一名并获得相关补助,开启了他在大陆的创业之旅。 其实创业路上会遇到困难还蛮多的,当初可能没有想得这么简单,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其实比较一直以来都是在公司上班,所以比较不会有创业的一些思维,那也是透过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可以让我们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有对应的窗口可以去问,比如说一些政策方面,或者是有一些像是创业路演的活动,这些都其实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进步。 受到前途是林奇勋的影响,台湾青年林梦达,2018年,来到南京台湾青年创业学院工作,同样想在大陆创业的他表示,自己仍需沉淀和积累。 其实就是会让我引起蛮大的兴趣,而且会觉得这边,我也可以来这边试试看,因为创业就是要累积人脉资金,然后还有一些条件嘛,那我可能还不具备,对,所以必须,我必须可能先在这边待一个一两年,也顺便把这个大陆这边的业态啊,或者是一些要注意的点, 都先观察好,在这边发展的机会的话,当然是能够在这边也蛮好的啊。 记者了解到,2019年,江苏首次实施江苏省台湾青年实习专项扶持计划,配套设立台湾青年实习奖助金,今年再出台湾实习生,总数将突破1000人。 颜色币传有英明 Tencent día,尽量这ails。 感谢观看